哈喽,欢迎来到J2,我是Janice 今天会带大家来看我们住在浅草的温泉住宿 以及我们在浅草吃的一些当地美食跟小吃 记得看到最后 我们这间酒店叫做Oñado Nono 然后在蛮多个热门的城市都会有的 东京有,东京的浅草油 大阪也是有 我现在看那个Agoda的评分9.0,好高 500个日子 我们的房间号码是403 然后我们下去看一下我们的房间 然后它那个500Yen是它的评分来的 就是Compulsory要给一碗是500 包括是有什么Onsen评分还是什么评分 总之是要给的 真的好日系哦,你看下面是那种榻榻米 咦,一个玄关 一进去有好像有两个房间 哇,它的这个书座也是特别的爱 还有电视机 一个双人床 这里是洗手盆的地方 水杯 有一些洗漱用品 有一个冰箱 应该是要给钱的 这个是要给钱的吗 这个 这个 哇,有一些 这个,诶,这是什么 Drip Coffee 这个一把一把一把 哦,去温泉的时候用了 是吗? 我看他们有那些人 就是一人拿一袋去温泉吗 啊,还有 穿去温泉的衣服什么 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个是拖鞋 Sleep for emergency use 还有一个连伸镜 有一个小厕所 咦,淋浴间在哪里 淋浴间在这里 还好,带这种 这种行李箱 不用开两边啊 那个房间呢 就是如果大家来到日本 一定要有点行李准备 是房间可能不会很大 然后大家就不要带太大的行李 不要带那种这样的行李吧 可能有些酒店连开都有点困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到这种 这种尴尬的瞬间 然后它的特色呢 就是有温泉 温泉过后 还有免费的拉面吃 隔天的早餐非常的丰富 哦,我今天要激动圈了 我们有的亲戚 拜拜 哇,你们全部人泡完澡来吃免费的拉面了 超多人的 一人无限吃啊 还是一人只可以吃一碗 无限 怕菜 怕 怕 怕 如果你想要在东京体验到城市里泡温泉的话 就可以选择这一间 它的地理位置也是很好哦 不幸距离就都是商圈 那边也有一个地铁站去 其他的热门商圈也是很靠近 如果那边有一个小坏处呢 就是晚上可能七八点多过后 就很多店都关了 就是有一点冷清啊 如果你想要住在更加热闹的地区的话 你可以选择住在 所以我们来吃晚餐 我们来吃晚餐 我们在日本的第一餐 就来吃拉面 试试看日本的拉面好不好吃 跟马来西亚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前草的拉面发源地 前草明代拉面 现在可以看到他们在煮了 现在可以看到他们在煮了 然后马来西亚没有这样的味道啊 没有吃过这样的拉面 拉面有一点点麦琴面这样QQ 吃下来应该是很有嚼劲 它汤有一点好像腰材的味道 嗯 有点 应该是有放Herbs吧 它汤也是蛮特别的 不是普通的汤 是什么汤 吃出什么味道 不会讲的味道 不会讲的味道 本的味道 煎饺料 要拍吗 这个还有煎饺 吃完拉面后我们打算随便走一走 看有什么 遇到什么好吃的 看到人多的店 我们打算在星期里面再吃一下 好多那种特别特别的店 有中餐耶 要三十多块 哇 哇 鲜鱼 哇 它的咖啡店有配合日本的生机风格 诶 Italian Chilato 我们来日本吃 Italian Chilato 它在英国 Kobe beef 100% 好真实的那个模具 日本就是要来的要装店 哇 10%了耶 哇 有摩擦耶 它的摩擦真的很好哦 看起来真的很 很重 很Premium 那个狗好可爱哦 超可爱的 超可爱的 工具人 不认识我拿吧 可以吃了 哇 钓鱼烧 它的馅料 380元 好吃哦 它的红豆好 馅料好足哦 而且它的红豆味好香 好吃 我们来到了一间 很出名的一间店 在Google review 评分很高 是这一个的 明太子 如果你们来这里的话 大家记得先写名字哦 哇 还热疼疼的 超香的 消费1450 我刚才就是用那个我们 对吧 现在我在这种便利店 要转店试看 用手机的 sika card 能不能用 是能用的 很方便 它的早餐区 然后就一样一样炫耀的东西 至于它的早餐呢 你是需要提前下去拿号码 拿了号码过后 你可以回房间休息先 到你的时候它会call你下去用餐 所以我觉得它的早餐很好吃 它的早餐很好吃 麻烦呢 包排啊 早餐呢就是当你在订的时候可以选择要和不要早餐 加上的话是一个人大概70多块马币啊 是根据你当下的价格啦 因为有时候promotion是蛮便宜的 现在是早上时间9点半了 我们来到了前朝的街道 然后找看 因为有很多店其实都还没有开 通常是10点才可以开啦 然后你可以看到 他们店的闸门都是有那种日本的绘画图 现在想去shopping买一点东西 如果你在日本买东西看不懂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下载一个app 叫做 taker 所以你们就可以用这个app scan你 看不懂了 福尔达 它就会给你送一个 你食用 吃了早餐过后 我们先来shopping一下 先去日本的uniclo 早上10点才开 哦 还没开吗 哦 还没开吗 前朝 这里的前朝 这里的地图 哇 蛮大的耶 我好像每次来前朝都会只是去那条商业街 现在才第一次来到前朝 原来这个区 也是蛮大一下 有shopping区 有一些小小的店面 一些老店 也是 后面也是蛮热闹的 下次如果你们来前朝的话 有机会也可以随便走一走 进来还有鱼可以看 哇 想买一点冰凉的东西 好热啊 这个好像很厉害这样 哇 这个是冷却的产品 大家记得要随身携带你们的passport 因为日本的很多要装店 这些店面买东西的话都可以退税了 所以如果你们要买东西 记得准备好你的护照 这云前朝呢 是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小吃 而且都是蛮特别 蛮精美的小吃 不过价钱上呢 肯定是会比别位高 因为它是旅游区嘛 这个呢 我看了那个review啦 这个这间的不是很好 所以我带大家去另外一点吃抹茶甜点 review蛮高的 我的那个雨伞 这个 其实我们店要封有点 啊 就是这间啦 Warabi Mochi 要等一个小时勒 Oh my god 好多人订 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 等一下坐火车去下一站 所以 有点太久了 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吃别的东西 给我抹茶 绝饼 喝一点抹茶饮料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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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Warabi Mochi的抹茶饮料 可以吃到里面的Warabi Mochi耶 这间抹茶也是蛮浓的 这间抹茶店好大间啊 我们进里面看一下 都是各样的抹茶甜点 这间抹茶饭 我是跟你们说 这个肥子也来日本 真的很热 没有 我之前来日本舒服 因为我之前来自 有点像冬天这样很凉爽 如果你七八月来 哇 热到半死 感觉跟马来西亚差不多了 记得带防晒啊 雨伞啊 不然你们就像我这么黑 哇 真的好童话的一条街道 可以直接看到晴空塔 OK 现在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了 这个很出名的一间店是 吃一个 什么 世界上最浓的抹茶 冰淇淋 如果你是抹茶控的话 可以来这里试一下 世界上最强的抹茶 七级的抹茶 看你自己对抹茶热爱的程度 你可以挑战它的七级抹茶 蘑菇一级抹茶 抹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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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整个多美 不熟得吃 它的甜度是很低 不过有一点点可惜的是 你会感觉到 它的冰淇淋是 它的分子会比较脆 你可以看它的材料是蛮粗的 如果呢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两个人分享一个 你不要看小小个 一个人吃的是蛮容易抹的 它的颜色这个 有点像 那拉提的绿 这是什么形容词 如果你们不懂那拉提是什么 看我们新疆那一集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那拉提的绿 有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 那你会觉得太浓太不好吃吗 嗯 过浓 不懂不会讲 不懂 甜甜的蛮好吃 很Q 你不用对着他讲的 很Q 这场讲的 很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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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这里洗手 漱口 在这里抽一几千 希望可以抽到一个几千 首先先把一百元 没有一百元 所以等一下才回来 好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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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也可以买到一些 保佑平安啊 各种祈求的御守 看你这有什么心愿 就可以买什么样的御守 这我以前有买过诶 没有这一个 先把一百元折进去 摇摄掉下来的一根棒 哎 七十二 七十二 七 七十二 一 八回 住处看我们已经的人都大吉大利了 这里是蛮出名的一间咖啡店 因为这些说特地坐飞机都要来车他的咖啡 来自挪威的咖啡 现在我们在前朝找一个午餐吃 吃了过后呢我们就要去坐火车 哇真的好热 都流汗了 我第一次在日本流汗 这一条街 这里吃午餐 很好吃 好我们这期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点赞 关注加分享 我们下期影片会去一个东京很特别的地方 很特别的景点 很适合拍照大卡 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拜拜